想不想吃呀? 想吃的话,先终于知一二置顶,我就给你吃了 好了好了,放下你们的薯片,也放下你们的汽水 我警告你们千万不要开天宜 趁你们还没上学,我们再上一堂粤语政治课 我什么呢? 讲情感话题,你们又说没脱下 讲王姐、荣耀,你们又说卸在座 现在讲粤语政治这么有意义,你们都要我? 好了,我说什么呢? 我说完就拿笔记簿出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上一次课,大家都问哪些粤语政治呢? 本期节目由广州话方言词典赞助播出 今期所有政治都是在里面查的 正所谓冤有头 首先,就是微信的张新成同学问 那你就推我吧 这个推字怎么写? 很明显,这个问题是张同学乘坐地铁的时候问的 一边被人推,一边在想 推什么推?你懂得写一个推字吗? 不懂写就别推了 正确的写法是不推 非常合理,上面一个拱,下面一只手放在一起 用拼音输入法 打咚就可以找到这个字 懂得写这个字 以后你乘坐地铁有底气很多 火仔,火仔,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字吗? 不知道 是推字,即是推的意思 不要推我,即是不要推我 你懂不懂? 若然你不懂的话,我可以教你一个字 这个死字 不好意思 不用不好意思,学到了,活到了 等候点啊 接着,就是微信的吉同学问的 砍到的砍字不会写 看来这个同学肯定是经常砍到的 然后想发个朋友圈 看看有没有人来关心自己的时候 突然间就发觉 砍到的砍字怎么写 不用怕,这个字其实很简单 就是砍 也就是痛的意思 用拼音输入法打,砍就可以找得到 以后一不小心砍到哪里 立刻发发我朋友圈 有其效 尤其推荐直接发给男朋友 发微信给男朋友 跟他说 我砍到的 如果他回你 你没事吧 那就安全 如果他回你 这个是什么字 反手就来过 你都不是我发生什么事 你根本就不关心我 又学到新的粤语称 又学到新的撒花枪藉口 这次货直接抵到难 那你们都不转发你 有没有搞错,你们真的没有人性 接下来是微博Nikki Wu同学的提问 他说 真的很想知道 究竟怎么写 见到这个问题 我首先就很生气 为什么还有人问 我不是说了很多次吗 然后我就发觉 我真的好像没有说过 算了,无论我有没有说过 现在跟大家重新说一次 全部通通的意思 而至于 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就是这么老实 若果有研究古文的同学 知道是什么意思 麻烦帮忙补充一下 麻烦帮忙补充一下 最后就是B站 即陈的先人掌 LV同学问的 好教官 是怎么写的 答案就是 要关 也就是 厉害的意思 没错 就是这么简单 若果不深究的话 其实你连读音都打对了 一般来说 若果你十分喜欢说 要关 这个词 有两种可能 第一,你住的地方很热 那怎么热得这么教官呢 第二,你身边的人很喜欢吵架 那怎么会吵得这么教官呢 当然 最有可能的那种情况也是 你是一个血统纯正的老广 Well,今期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老规矩 有什么字不会写的 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尽量帮你们查 如果有些字你们提了很多次 我都没有说到 那就代表 我都查不到 就是这么老实 各位老友 明晚再见,拜拜 拜拜 看完节目了 让我检查你自顶月之一二 没有 还没自顶? 我不让你吃了 你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自顶? 不如我教你 iOS用户 点击月之一二公众号主页右上角 选择次为声标就OK了 以后想看节目的时候 进入订阅号消息 点击右上角 就可以看到月之一二排在第一位了 而安卓用户 只需要打开月之一二公众号主页 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自顶公众号就OK了 以后想看节目的时候 进入订阅号消息 就会看到月之一二排在第一位了 已经自顶了 乖了 奖励你的 啊 以后记得每晚都来看月之一二